問說你人生發生的最倒楣的事情是什麼 最倒楣的事情 被你訪問 沒有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龍龍 今天第一日是大學生來到政治大學 人生的路上難免會跌倒 但是你人生遇過什麼最倒楣的事情呢 分享來看看吧 聽到鳥屍吧 在很安靜的地方去找 弄電腦的時候 電腦剛好突然當機然後死當 平常都還滿倒楣的 不小心在山上 然後騎網路的時候就摔倒了 滿腳的鮮血 然後再自己把車騎回政大 然後再自己去醫院 我去泰國的時候 然後到那個GoGo Bar 然後被小姐當成小朋友笑 很難過 你說哪 你說哪裡被當成小朋友笑 那些 滴到鳥屍吧 就是滴到頭的旁邊 偶爾直接從手扶梯這樣滑下來 然後動動動 那很強的那一種 然後我還跟旁邊的人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後自己摸摸爬起來 在很安靜的地方肚子嚼 我上公車的時候摔倒 然後後面的人直接彈開 沒有人要就是扶我起來 對 老師就是這樣 這樣看我 被你訪問 沒有啦 你人很差欸 你 弄電腦的時候 電腦剛好突然當機 然後死當 然後隔天要交作業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所以你整個paper都不見了 但是後來有救回來啦 那還好很緊張 那時候很緊張 平常都還滿倒楣的 像是什麼 像是就是會趕不上車啊 然後以為時間很充裕 然後就遲到30分鐘那種 在正大的就每天都會下雨 然後雨傘有時候 發現外面人就出來不見 然後可以外面下超大的雨 那是正大的都市傳說 就是你雨傘一定會被趕走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WHATCH的相關平台 Facebook以及YouTube都有喔 下面可以留言更多你想知道的問題 下一集DDS大學生 我們再見囉 下次想要去哪一間大學咧 等你留言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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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